再講這個母片的部分 今天母片主要是要做什麼 母片主要就是要來控制我們整個 簡報裡面的那些內容的規格 還有呈現的樣式 內容的部分當然每頁都會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般在做簡報 大部分就有一個範程 有兩個範程 也就是說它的格式是雷同的 格式是雷同的 那麼你在母片裡面就可以統一規格 比如說我標題都用什麼字型 然後內容都用什麼字型多大 還有我的頁碼顯示在哪裡 我的那個那個叫什麼 註解顯示在哪裡 還有什麼 我的文字的顏色 超連結的顏色 那些通通都是在母片做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把它設計好了 你之後要弄就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把那種放進去 它就照那種格式開出來 你們如果可以用母片的 就是一頁一頁慢慢調 把那個字放在這邊 然後字多大 這樣每一頁條 這樣會不會很辛苦 做的時候覺得很高興喔 改的時候就開始痛苦了 為什麼 因為改的時候 假設你有剪刀是有20頁 你要改20次 但是最大的就是萬一還有漏食的 比如說我改了19頁 有頁沒改到 今天你可沒有檢查到啊 所以這樣就會覺得說 有點失窮 不好意思 所以怎麼辦 我們要學會做母片 那麼你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下載一個範本嗎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拿那個來做好不好 好 您看嗎 母片要怎麼進去 怎麼進去 我們這邊好 現在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是2007嘛 所以那個位置有點不一樣 您在這個設計裡面 好 不是設計 在那個 對不對 這個2007位置有點不一樣 來 您要到這個檢視 有沒有 檢視這邊 也沒有找到頭影片母片 這個地方 這個 檢視這裡 頭影片母片 你把它點進來 當然2007 它的那個母片 可以用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盡量講 兩個都有的 好 有沒有發現進來了 進來了 它好像怎麼都一樣 看起來好像跟外面差不多 對不對 對 那麼您可以看一下 來來來 哇 它好多 你看它這麼多 我看這樣你會花掉 來來 我先另外開一個新的好了 好不好 我先不要用它的 因為這樣子你可能會有點混淆 好 我們從左上角這邊來 我開一個新檔案 OK嗎 好 我們用左上角這一個 好 用左上角 你按一下這個鈕 開新檔案 好 開一個新的 完全空白的 我們進去看 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好 我就空白的撿不到 好 輕易 這樣是完全空白的 對不對 這樣在2003比較像 好 那麼 你現在就到檢視這邊來 這裡是有一條頭影片抹片 好 好 那左左邊還是一樣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先一起進到這邊 我先等大家一下 我們先一起 你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撿到 然後能進到它的抹片 檢視裡面 你進到這個頭影片抹片的時候 抹片有分兩種 濕濕有兩種 還有兩種 一種叫做標題抹片 一種叫做什麼 一般抹片 那什麼叫標題抹片 我們給各位看一看 你看啊 我們一般在看人家的那個撿到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像我的第一張是不是就不一樣 對不對 第一張因為我們要做標題用的嘛 所以這個叫標題抹片 那麼內容的部分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有沒有 內容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這叫一般抹片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的第一張都叫做標題抹片 第一張叫標題抹片 那第二張就是一般的 所以您現在再回頭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那一個 所以你看一進來之後 你看它有沒有 第一個 這個是標題抹片 所以說它有很清楚的告訴你 它的版面的格式有沒有 這是大標 然後下面就小標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要做內容 是不是要有一個比較大的區域 可以做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是標題的話 我們就只要一個很大的區塊點點就好了 好 現在呢 我就要做這個 那麼 我們先來看看 我現在想要 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下了那個上本嗎 它裡面不是有給我們那個圖片 假設你喜歡那個照片 那我就拿來這邊當背景用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選 你看喔 我在空白的地方 在這種空白的地方 按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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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一個 叫做 背景格式 它現在叫背景格式 以前的話叫背景圖片 好 還是叫背景 我忘記了 好 現在呢 這裡 我這裡把它放在 好 好 有沒有 這裡 你可以選擇圖片 有沒有 那 等一下 你要去找一下圖片在哪裡 從這邊來 從這裡 找按 欸 我去找 找看看你 剛剛放在哪間 像我是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 在 好 我的在這裡 所以你就找到 你看看剛剛在哪裡 我的是要這一張 這個也是 我選到它 看一下 插入 好的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 這樣我的母片是不是就有了 嗯 那母片的背景OK囉 那我們先來看 我一般的 好 點到一般的 下面的 下面這一張 有沒有發現這裡的格式就不一樣 上面是大標 下面是說內容用的 所以那個區域都比較大一點 那一樣 我也來這邊設一下我的背景 按右鍵 好 背景合適 好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一樣的方法 再去找到你的後面那一張 關閉 你就關閉就好了 不要用全部套用 全部套用的話 就連上面那張就沒有了 哈哈 我就關閉就好了 好 所以你看我們第一張是這個 第二張是這個 那我們先試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 第一張就會變成那個 那個所謂的標題母片 所以如果你現在確定好了 我們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關閉母片檢視 右上角 有個關閉母片 你就把它關掉 那就回到外面去 來 然後把它關掉 所以你現在看 我是不是只有一個簡報 第一頁是這個 好 那我再插入頁控檔 來新增投影片 第二頁有沒有開始 就用我們內容母片了 好 我再插入頁 每次都一樣 那你有沒有想過 難道我第一頁 就永遠只能放在那裡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我可能會怎麼樣 這個主題講完了 下一個主題 我希望它也是標題啊 對不對 那以前你的做法會怎麼做 以前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我們現在上面這邊 這裡 這是標題母片 然後下面就是所謂內容母片 以前你的做法 咱就copy copy這一張貼到下面這裡 這樣好像比較辛苦 這樣比較累 怎麼辦 換一個方式 假設我現在這一張 就是第四張 是另外一個主題 這個時候你可以找一個地方 叫做版面配置 輕版的在這裡 輕版的 像2007它的版面配置在右手邊這裡 有看到嗎 你一點的時候 它還能告訴你 你可以選標題 你看 對不對 如果舊版本 舊版本就比較分不清楚 今天它沒有那個圖給你看 所以你就要自己選哪一種的 你知道嗎 所謂的標題母片 它有一個前提 就是它的版面的配置 都是這種大標 小標 所以你只要選到這種版面配置 它就肯定了 你才用標題母片 這樣有沒有清楚 舊版本是這樣子 那新版本是比較方便 視覺化一點 所以今天我點到它 我來版面配置 我幫到iPhone 我現在還要一個標題 點一下 有沒有下面又做一張標題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在插入新的 因為新的還是屬於內容 所以它還是靠入內容母片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清楚了 所以我們把畫面還給各位 請你來看看 你剛剛已經在這個簡直投入母片了 我們幫它的標題母片 跟一般母片 先設定一下配置 好 那往後面還給你